各位网友早晨,欢迎又到我们网向早晨的时间 录的时间是2020年的6月6日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纽西兰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是澳洲真V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是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没按订阅的,我妈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 和三台浪冷气那里点赞分享和订阅 齐抗疫拼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这一节大家见到这个题目当然是说说大统领 原本就不想说他,突然间说他,因为他真是,我撑他不信 他说了一件很无耻的事 刚刚几个小时前,他够胆死 他今天见到这个美国就业数据非常之好 股票已经升到了800点了 上一节那时还是700,现在博了800 他在这里说了 他评论这个被杀那位黑人 George Floyd 佛洛伊德 他第一次提起这位先生的名字 他说,今天是一个很大的日子 他在天上看下来那时,他就会见到 我们的经济数据是非常之好 George 希望George是在看下来现在 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是什么呢? 就是说有250万份工作出来做事 他一定会感到很开心的了 说我们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了 你这么无耻都可以的 这个死人是向自己念上贴金的 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 可以叫做带有种族歧视色彩十分浓口的人 这些事情他都可以说的 而其实在这件事上 是处理19病毒和这个 处理这次黑人骚亂 这个事件 其实每一任总统都发觉 大家留意一下近这几十年 每一任总统都有这些事发生的 他是处理得非常之差 而他尤其是在几天之前 他带了一个房长 越过了那个圣祷 聖庄那里在那里说话 现在连房长都在那里跳船 说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他带他去圣祷 说这些东西 跳船 所以就在新近很多人 就做这个批评 还有那个批评 那个民意调查 看着他和拜登 到底现在是怎么样了 就发觉在很多不同的批评里面 不同的州份 他都现在都开始居于劣势了 譬如说这个叶素斯列特 这个路透社 甚至连Fox News 是他自家品牌 右翼的最重要的 的news那里都说他是在落后 甚至是他的票仓之一 南部走份Texas都拉得好 所以 我就不太相信 所以开始有人说 不稳了 这样说 我不信 你觉得不信 Fox是他的 宣传工具 其实就是想什么 团结一批人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他们很喜欢 是的 他们很喜欢有假想敌出来的嘛 那我不敢说 完全是假 但是做过杜草人出来 那就可以团结一些支持者 凝聚一下向心力 他们很喜欢的 你不要忘记 黄人也经常是这样的 是吧 右翼也经常是这样的 就是做过现在 很不幸地 那中国就成为了这个杜草人被人打了 是吧 但是怎样都好 就是 而他 而他 他不停地尝试将中国来做 新近亦都出了一招劲 就是说 阿肥佩奥就说要查一下中国那些企业 有没有这个造假 这样说 那些人盛传说他想搞金融战 那这样东西是不得而知的 因为 就是说说一些选举 连一切为选举奉务而已 可能选举之后又有另一个样子 也都没顶 但是中国其实刚刚就就跟这个马克龙 就是习近平和马克龙他通过电话 马克龙都说要跟中国加强合作 就说在这个逆后的世界 大家要加强合作了 这样说 现在各方面都是为了这个19之后 做布局 很明显的了 不过呢 其实现在很明显 大统领 他是很需要在经济上复苏 来为他挽回民望的 不过他有一个新的 新的数据出了来 就说是回复的了 但是属于黑人的公众 比较多些的公众 是比较少请回来的 就是比较中下层的那些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那个源头 那个种族的那个叫做 就是贫富元殊根本上还未能够解决 这件事是 这件事会不会影响到他连任呢 不会啊 他那些人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 就是你有贫富元殊就有贫富元殊 其实美国人是接受到贫富元殊的 一直都有的 美国人是一直都接受到贫富元殊的 所以不是这么大的影响 贫富元殊在这个层面 我自己觉得 就是和美国这么多任总统呢 其实只有黑林顿比较 就是处理得好一点的 这一件事是 其实基本上 其实就算在黑林顿都是不理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 当然他里面曾经有 有个劳工部长 他是真的很想处理这件事的 那他现在就不断周围 就是讲学啊 写书讲这一件事是一定要处理的 但是其实 这一件事在美国的市场不大的 就是说要公平 社会要公平一些那些 其实不是很多人理这一件事 就是美国它本身就不是一个 鼓吹要公平的社会 它是一个鼓吹 人人都要有机会 那机会呢 还要是自己争取的 那这一件事 就是香港人那一套 挺似的 挺似的 因为你当一个社会公平 你自然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 这个潜台词就是 某些人要牺牲他的利益 或者弱势要很凄凉的这么说 弱势不是 我意思是 就是你弱势呢 就是你会感觉到 你会要帮助弱势 就是你有钱的人 或者中产的人 你要牺牲部分的利益出来 和其他人均分 这种就是左翼 就是比较左翼 经常提出 大家要公平一些嘛 但是他们美国啊 香港这些 比较右翼的社会 就是强调大家要有机会 要大家要努力工作的向上游 那你就会争取到你想要那种的生活 争取到你的财富 那么对于公平这一样的 就比较放轻一点的 在这方面 所以一直以来 美国的社会对于贫富懸殊 所以因此都是这样 不是太过介意的 但是你这样做 尤其是在今年选举联 现在他这样搞法 就是令到很多人认为 他不亂来 尤其是他说派军队出动 这件事是捉了很多人的大忌 究竟你是不是瘋了线 就是这样说 喂你是不是瘋了线 你犯了大忌 你说你想出军队评论 就是很多个州 我们昨天都有一节讲过 喂你这样搞法 不适合老素 这个是独裁社才做 我认为很多中产 就是在城市区域住的人 是很厉害这件事 当然他是靠在乡间探食 大家看回当年 四年前当年 他赢是靠中部 比较内陆的地区探食赢 但是会不会这样 又由于他在19病毒 说完这些蠢事 会影响到呢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因为就算在城市多了人投票给拜登 因为美国人的选举人票制度 是制度嘛 他的制度根本就是 基本上就不会令到你城市人 就是有最后的说法 就不会的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你越多票都没有用的 就是拜登他在城市的支持越来越多 就是或者多个大统领很多 赢七成选票 但是没用的 你到了选举人票的时候 反正都是 winner takes all 就是通常是大城市的州份都是的 都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农业州份的选举人票的价值 好像是大一点的 就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你所以可以 一人一票的时候 选出来的人就做不到 就是一人一票赢 但是都选不了总统 但是选不选到黑人和少数民族 站在非主流呢 我们以加拿大人来说 站在他的对立面呢 那些票 但是有限的嘛 一早已经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 所以其实影响不大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一向都是站在他的对立面的 就是反正本身都是站在他的对立面 所以就没有影响 所以他就会越走越极端的 就是说不是做的事 全部傾向白的 就是最极端的白人那边 你们是这样看的 就是跟香港的情况差不多 就是是不是你都站在我对立面的了 我就不再讨好你这帮人了 我要赢得险就行了 可以这么说 香港就不同了 香港其实林郑呢 她们都很想 就是两边都尽量和解的 就是林郑你看到林郑这个人呢 就是她是 就是我自己觉得是比较大气一些 她其实本来没必要和那些黑暴友啊 或者那些反对的人坐在那里谈的 但是她都照出去 好了 另外一边不断罵她 最大黄丝啊什么什么的那些 结果那些签名运动她都一样去签名 其实她没必要去签名的 就是本来是没必要的 但是她都照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她以大局为重 要和解啊 是不是以大局为重 以香港的大局为重 以国家的大局为重 就是自己个人的荣辱呢 是可以放在一边的 但是当然你看到有很多人不是这样的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宁愿自己碰 政府不碰都要碰下去的自己 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的私心太重 你一看就看得到 还有有些人是 就是在这个这么乱的情况 在香港啊 现在讲的就是outload了 就是本来呢 就是其实根本上呢 就不关小一点的 或者已经是过了气的了 她个人 她都要照样出来 站出来 那当然呢 她的说法就是说 哎呀 因为 因为呢 她是什么领导人啊 所以呢 她站出来呢 都是中央叫的 这样 就是有很多理论是这样的 这些叫做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狐假虎威 啊 不过 就是 这个我个人观点而已 但是 就是我自己觉得政治的渾水呢 都是避开一点好一点的 就是正常人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的 从来都是 你站开一点 不要管那么多 就是 做一个支持政府施政的人 那其实就已经很足够 尤其是在这么分乱的情况 其实全世界都麻烦的 现在是 但是你说是否会死呢 就不会的 就是人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人呢 始终都是会理性的 到最后就是 就会想一下 对做什么 对所有人都有利的 就是我自己个人 当然很自私 他就不会理这件事了 但是 就是 多一些宣传这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念 曾比斯整天都说的 你好我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才是真的好 其实这个是事实来的 就是这个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粗皮讲法 是吧 是我们粗皮讲法 但是整个理念是好的 就是我们比较 论述能力比较低一点 还有我们不是很懂政治嘛 很多人经常说 真的不懂啊 懂那么多做什么 哎 搵食都不碰的时候 还说要懂那些 懂那些 我们只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就已经十分好了 是吧 是啊 我们从来都叫人 不要做一个政治狂业分子的嘛 有些人是要 到那些人 就是到自己的受众 做政治狂业分子 那我们不是啦 我们没有必要 我们经常都认为 这些是没有必要的 还有你如果真的要改变社会 它并不是声大大 第一并不是声大大 第二并不是搞签名运动 可以改变社会 社会是 你要改变社会 是要一点一点慢慢去做的 就是你要改变身边 譬如身边的人 你又要慢慢潜移默化 好了 你改变身边的事 每一样东西都有它既定的规矩 那你要跟回那个规矩去做 那当然啦 你说跟规矩就做不了啦 那如果你长期有这样的思维的话 那没有规模矩 个个都是这样的 社会就没有规模矩 就社会很大 就是大家看一下 特朗普能够崛起 我很记得奥巴马年代 曾经他在一支演说那里 他在那里说 突然间有个人在后面 叫他要立刻立法 给这一个那些西班牙裔 那些非法移民公民权 如何如何这样说 奥巴马就是这样说的 他这样回应 被人去了几次说 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制度的 所有东西 我们一定要对制度有信心 不要乱来 但是他这个人也很虚伪的 他其实呢 都是不跟着既定的规矩做事的 这个奥巴马 就是 美国本身 就是美国在他治下 为什么会撕裂得这么厉害呢 第一 除了他是有色人种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是不管那些协商机制 就是不成文 因为协商机制在华盛顿是不成文的 他不成文的他就不做 他说过一句说话 在他刚刚就任的时候 他说过一句说话 当时共和党在那里扣着他 他说我赢了选举 他这样说 当时是 当然当时是整个民主党是立了 立了两院 是啊 第一任的时候嘛 是啊 他说我赢了 而就是因为他这样做 而就是令到那帮人 共和党那帮人认为既然是这样 我也都可以找一个 完完全全不跟制度的人出来 我不是 我不是只拿贓那帮主流 而是非主流那帮 查党那帮人 所以才捧了阿侵 这个这么极端的人出来 喂 我也可以说一句 如果奥巴马这么跟制度 为什么偷听麦克尔 哈哈哈 是不是 不是 其实他们不 其实这个就是美国人的虚伪 虚伪 其实他们本身 其实 对上一任比较跟制度的总统 竟然是小布殊 这个真的是 这个 你要看一看实际的情况 因为小布殊其实他也说不到事 他其实实际小布殊年代实际拿贓的那个人叫做 我都不记得他的什么名字 我记得他的肥佬 是的 Dick Chen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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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布殊是不是很理事的总统 他实际上自己是不是很理事的 他给了下面的人做 他经常被人笑他智商低 其实很聰明的 这个是聰明的人 聰明的人 这个不是 这个只不过是他对一些很沉悶的东西 没有兴趣的 这个人 这个人不是一个 大家留意他演讲的圈掩力 有人说他是美国总统前面排前十的 是的 尤其是你看到他处理911小布殊 其实你看到他不是没有了道的人 他是有了道的人 没错 如果他没有了道 他站不上这个位子 不过他去到最后08年 就是那棵东西满得太干 搞到鸡毛鸭血 真心说他的名字生得不好 跟董珊一样 有些东西那个炸弹不是他买的 就是让一些本身实力不够的人买房子 不是小布殊的政策来的 是哈林顿的政策来的 哈林顿的政策 哈林顿的政策 最主要是哈林顿 哈林顿就是说这个是 其实哈林顿时代说最多就是美国梦 美国梦是什么 美国梦是买房子 其实美国梦一直都有说的 但是就不是美国梦和买房子连在一起 哈林顿就是把美国梦和买房子连在一起 因为那时候另外还有中国崛起这个因素 他是想做一个实验 在经济上升的时候 加上低息到底会是怎么样 嗯 而且他还有互联网 帮企业省了一大笔的交易费 这个互联网这个生产业 是令到美国在冷战后三十年 最鼎盛 也是因为互联网这件事出来了 大家想想一个交易 我最记得了 有个广告有个人说 他省五线什么省五线 一个交易 然后那个人想一想 老闆想一想 对啊 我们有几千万几亿个交易 一个交易 一个交易 五线中间可以制造多少财富 就是这样来的 嗯 好 那 这一节都 这一节都差不多了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结束之前就麻烦大家 查一查 订阅订阅 是不是啊 社长 是啊 要看一看订阅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 就告诉我们 他的家人又帮他们 自动退订了 那家里有 心黄啊 激男那些人 就最好看一看 因为 现在我们那个派片 各方面都不正常 就是有很多网友告诉我们 哎呀 为什么不派你们这些片 或者派你们这些片 之后会派了另一个人的片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就是那个订户的情况有些怪怪的 就是我们没错那个订户在升 但是呢 是经常有人在退订 所以就是这样退订又订又退订呢 其实是影响到那个 就是那个频道的正常操作 所以我们那个频道是有些问题的 就是因为有些人不断在这儿搞 就是当然有些人 我认为有些人是恶意啦 但是有些人就是家里的问题 就是自己那个户口 被家里人看到订阅了什么 接着觉得这个频道 不是很適合家里人听 就是其实心黄激男那些人 很多都是这样做的 那他就要洗回 就是其他政见不一样的家里人老 那他就会 就是帮家里人退订 那样 那结果呢 就是央及辞 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频道 都做不住的了 如果再是这样搞的话 被人 因为很烦的 其实YouTube它有些algorithm 就是你是不知道的 它不会写出来的 但是呢 当有人就是 看到一些问题 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就猜到 里面是发生着什么事 嗯 希望大家帮我们看看 谢谢 拜拜 拜拜